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第一篇里面 现在正在讲菩提心的功德 菩提心的功德前面 分了共同的功德和特殊的功德 现在特殊的功德当中 以教证来进行说明 菩提心具有 如此无量功德的合理性 以理证来说明 菩提心具有的功德和理性 当然所谓的教证 理证 有些人也不一定特别清楚 什么叫做教证呢 我们对佛法有些甚深的道理 凭我们的智慧 凭我们的六根 来进行推断的话 不一定完全能得出结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依靠佛陀的身教 或者说 以前的大成就者 智者们的论典来进行说明 佛经和论典作为依据 来进行判断一件事情 这叫做以教证来说明 什么叫做理证呢 有些不是特别深奥的问题 不一定依靠佛经来进行真实 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 分析以后得出他的合理性的结论 这个叫做理证 所以我们 尤其是很多居士 刚开始学佛 或者是 虽然已经学过一些佛法 但是佛法里面的有些俗语 佛法里面的有些名词 如果你没有搞懂的话 永远都停留在不知佛法的一种文化层面 所以希望我们每天 学习佛教课的时候 应该里面的有些基本的俗语 大家掌握 如果不懂的话 我想互相提问题 因为佛经实际上 它有一个专门的很多名词 论典也同样的 它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专用名词 如果我们这些专用名词 没有懂得的话 你经常听法 也恐怕只有坐飞机了 就不能真正懂得它的含义 因此我们也非常清楚 比如说 我们学习戒律的时候 戒律当中专门有许许多多的名词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戒律的这些名词很难以熟练 然后我们学习因名 或者是俱舍论的时候 它有它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专用名词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学问 你学物理 学化学 学电子学 包括数学集合等等 任何一个学问 它有不同的专用名词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你没有下一个功夫 尤其是你前面 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 你必须要掌握它的意义 又掌握它的词具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关心 不然我们永远地 就是解释一个名词 也不可能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 这次也是我就经验的 虽然我们这里有些学习经论 很多年的一些佛友来讲 可能是不一定有需要的 但是我想有些人 虽然学习了一段时间 但也不一定懂得 每一个基本的名词的一些含义 因此今天大家要记住 什么叫做教证 什么叫做理证 那么这里已经讲了 现在是以理证来 宣讲菩提心的合理性 这个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意乐殊胜 一个是加行殊胜 它这里意乐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机 所谓的发行 是这个意思 因为发菩提心的心态 它的动机是相当殊胜的 所以依靠理证也可以合理的 还有一个 它的加行 它这里的加行 发菩提心的行为 就是它的思想 语言 身体的一些动态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说明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意乐殊胜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意乐之所愿广大 宣说意乐超胜世间 这个发菩提心的意乐是非常的广大 它超胜于我们世间的很多人 人 天人等等他们的一些境界 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 本论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若令死了欲 有情诸恶陀吉 据此饶益心 活佛无穷尽 旷语出有情无量 不安乐 乃至欲成就 有情无量的 它这个字面上的含义 应该清楚 如果我们想 心理思维 遣除有些众生的 光是他的头痛 这样的一种病 比如说某人 怀有一个慈悲的心肠 仅仅是用一些药物等等 来治愈少数众生的一些 偷痛恼热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人已经具有了什么 具有了一颗善良的饶益之心 那么他获得的功德是 无量无边的 无法穷尽的 仅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有些人特别偷痛 或者这是某一个部分来讲 不一定非要偷痛 但是在这里比喻的时候 有些人偷痛 有时候偷痛实在是 忍不住 我记得原来我们 表演《世尊传记》的时候 当时世尊到外面出游 看生了死病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一位居士表演的吧 他把那个头 用一个毛巾来缠得紧紧的 然后在地上滚来滚起 滚来滚去 看起来确实特别痛 无法难忍 当时世尊看了以后 马上知道轮回当中的这些 生了死病的痛苦 后来向往抉择出家 所以像这种类似的 也就是说 仅仅是看了一些可怜的众生 偷痛的这种状况 我们给他发一个 饶益的悲心 帮助他 我就马上想拿一点药 或者是 我们这里有时候 有些头痛的时候 下面也马上滴上了 一些各种各样的药 这也是饶益的心 你像帮助那个法师 特别可怜 你看他这个地方 忍不住了 然后你马上从宝里面 拿一些药 这也是饶益的这种心 实际上这是 完全都断除了自私自利的心 我自己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什么 我完全是帮助他的一种心 那么这个心实际上 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是饶益心所得到的 饶益众生的这种心 确实功德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佛陀获得福果 一个是他自己获得功德圆满 一个是帮助众生 但是这两个 功德是哪一个大呢 华智仁波切以前 在其他的教言当中也说过 就是饶益功德最大的 就是利益众生的功德很大的 我们有时候想是 可能获得福果的功德很大吧 这样想 但实际上利益众生的功德相当大的 这样一来他这里说 这也是因为饶益心 这样功德相当大的 何况想知众生 要想接触有情的 无量无边的不安乐 就是众生的所有身心当中的不快乐 乃至让这些众生 全部想获得无量的这种功德 比如说每一个众生 他有不同的身体上的疾病 然后心情的不快乐等等 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些苦难 那么如果我们发了一个 殊胜的菩提心 愿天下所有的众生 在他们相续当中的 不管是身苦 还是衣食的痛苦 所有的这些痛苦 全部消失 而且天下无边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愿他们暂时获得了 人天福报的种种功德 所以究竟获得圆满无上正等觉的 至高无上的这种功德 如果你这样发愿 那它的功德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 前面仅仅是一个众生的 这种头痛的病要想遣除 想遣除这样的一个功德 也是无量无边的话 那么我们所愿的对境 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这个世间乃至生生世世 一直到佛果之间 然后它所得到快乐 不是我们一般世间的快乐 而是圆满佛陀的 正等觉的功德的快乐 而且众生也并不是几个众生 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 那么痛苦全部遣除 功德全部获得 那这个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我们这一个科判当中 为什么说 以理证来说明 这个功德相当大 这是我们不用教证 当然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依靠教证 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话 我们就非常有信心了 哦 佛陀是这样讲的 肯定有功德 但有些人呢 佛陀虽然说了 但这个是不是有点了意啊 不了意啊 会不会有不了意的现象 会这样想的 那么这个问题 并不是不了意的法 应该是非常了意 什么叫了意呢 真实的 并不是表面上为了 印证某种众生的根机 而宣说的这些词 这个叫做是非常要意的话 那么这里 我们应该大家明白 明白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 在佛经当中所宣讲的这些功德 非常明确的话 有智慧的人一看 就知道 哦 菩提心的功德是如何如何 佛陀愿 这样说说的缘故 大家马上要起信心了 但有些个别的众生 凭他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分析 我们现在也应该可以想到 确实是 如果发了这样的菩提心 那他的功德是肯定很大的 每一个人你就可以 也就是说 自己对自己的心去观察 到底发这样的菩提心 有没有功德呢 我们应该想 肯定有这个功德 因为所愿今世如何的 然后所愿发菩提心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这样一来 功德无边无净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凡夫的如愿 和凡夫的分别念 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到 一切事物的真相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应该不得不信任佛陀的金刚语 来证实自己 但有些情况下 我们自己也可以 凭自己的智慧来抉择 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自己应该 通过自己的智慧来 进行分析的时候 完全知道 菩提心肯定有如实的功德 当然这个有功德 一个是以佛陀的依据来讲的 但有些人认为 比如说我们自己显量 如果没有见到 那这个不一定是具有 可能会这样想的 如果你显量见不到的东西 全部不承认的话 那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太空的一些黑洞 或者虚空当中的一些电子波 还在 包括我们身上的一些细菌等等 这些我们如样也看不见的 然后心灵也是怎么样想 也是根本得不到它的真实存在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我们的分别念和路根式面前 没有现前的话 不能否认的 同样的道理 现在菩提心的 这些无量无边的利益 一方面讲 我们从大概来观察 肯定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出来 然后另一方面 佛陀在佛经当中 既然这样宣说 那肯定很多 当然在这里 其实《妙碧清闻经》当中 也有一些教证 它那个教证的意思 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我们对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看着他们随老的痛苦 那么我们观他的痛苦 而愿他离开了这样的痛苦 实际上他的功德刹那刹那 都是增上的 无量无边的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愿所有的众生作为对境 不仅是他的老苦 也要思维 而且还有生病 生老死病当中的 其他的生病和一些死的病 还有死生的苦和死的苦 还有病的苦 其他的这些痛苦 再加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的 爱别离苦 不愿悔苦等等 就是人间的各种 根本苦和之分苦 然后除了人间以外的 旁生的一些愚痴痛苦 地狱里面的汗热痛苦 饿鬼的这些痛苦 那么如果我们愿所有这些众生的痛苦 身心当中的痛苦 而获得快乐 那这个功德 一刹那刹那增上的量 根本无法衡量 这是佛陀对徐菩提也这样讲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佛陀继续给徐菩提说 如果我们一个众生 观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一刹那间 让他们获得快乐 离开痛苦 那这个功德大不大 肯定功德是非常大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发菩提心 让所有的众生不是一刹那 而且从现在 乃至生生世世之间 暂时离不开 人间福报的快乐 最终获得无上正顿觉的果位 那这种快乐 更不用说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佛陀也告诉徐菩提说 如果我们发愿 让所有的这些众生 获得阿罗汉 愿觉 他们的果位 那这个功德大不大 肯定是很大的 这个每一刹那刹那都是 功德是增长的 那一个人如果愿所有的众生 不仅是暂时让他们获得 这些身为阿罗汉的果位 而且愿所有的众生 最后获得了佛陀的 比如说十八不共法 十五位等等 佛的这些不共法 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这个功德更不可言喻了 所以说 在《妙碧清闻经》当中 确实有几个方面 已经宣说了 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 应该发这样的菩提心 肯定是功德很大的 刚才也讲了 功德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是 所愿经特别广大 然后我们所愿的心胸 是极为广大的 所以以这种方式来 进行修持愿菩提心 那这个愿菩提心的功德 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在刚才讲义里面 也讲了 对此有些论师 结合杂合之女的公案 进行解释 那么对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思维 有些众生头的疼痛 马上减轻 也有获得无量的功德 这一段法解释的时候 有些论师把它解释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前在前行和 还在其他论典当中 已经遇过了 杂合之女的公案来进行解释 这是印度的有几位大论师 也是这样解释的 那么杂合之女的公案 大家也非常清楚 本来他是上主之家 但后来母亲为了骗他 一直没有明说他的重心 后来他通过其他的途径 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重心 是到海里面去报的上主 当时他临走的时候 母亲没有舍得让他离开 在这个时候他说 你在我到大海里面去骑报的临走之前 你给我说不吉利的话 然后他一边用力地用脚来 提着母亲的头 而离开了这个地方 前往大海里面 前往大海里面的时候 当时船只遇到灾难而坏坏 然后在当时 他就堕入一个地狱里面 在堕入地狱的时候 当时他的头上就开始旋转铁轮 整个他的脑水 往外面一处纷飞 这个时候他就心里面观想 想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 给母亲不孝顺的 而用交替来提着他的头的 如果有这样可怜的众生 愿这些所有众生的痛苦 我一个人承担 愿他们获得快乐 他就发了这样的心 发了这样的心的时候 当时铁轮 或者有些讲义里面说经论 这个铁轮自然疼空 然后他自己转生到毒水田当中去了 所以他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仅仅是他想在地狱里面的众生 或者说仅仅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凡是对母亲不孝顺的 这些痛苦 承受在我的身上 他当时发了这样一个心的功德 也立即都转生到毒水田 一般来讲 转生这些天界 我们学过《居士论》的人知道 需要一定的禅定利养 但是依靠他的这样的心力 马上转生到天界当中 用这个公案来说明什么呢 就是菩提心的功德 你看一个人他对仅仅是一个众生 头上的疾病和痛苦 发了这样的愿菩提心 那么他都有获得这样的功德 我们对愿所有的众生 愿这样的菩提心 怎么会得不到如是的功德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这样的也有 还有一些五公案尊者 在我记得《大书》当中 这个公案也引用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 变成加宝吉达尊者 然后他当时在地狱里面 拉马车的时候 地狱的粤族用叽叽摆毁地开始 恨他们 用力地打他们 在这个时候他对他的伙伴 噶玛日巴生起极大的悲心 当时他告诉这些岳祖们 让他放了 用我来代受所有的痛苦 后来岳祖们也是特别的生气 他说 每一个众生 自己的业力应该自己成熟 谁用来代替 让他们继续用一些 各种兵器来开始打击他 在这个时候他就心里面想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以我来成熟 正在这个时候 他转生到三十堂天 这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出持发愿菩提心的开端 也有这样的公案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他老人家也这样说的 不仅是这几个公案来解释 而且以前在印度恒河交界的地方 有两位母子互相生悲悯之心 后来因为当时的清明之心 或者当时的善心 他们也是转生到天界当中去了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特别暂断的 而且范围极为渺小的 这样的一个发心 也能转生到天界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轮回当中 为了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而发这样的愿菩提心 那么获得如是的功德更不用说了 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也可以 所以我们平时不仅是佛教当中的 这些公案来进行宣说 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我想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 卷器官 卷骨髓 还有卷鲜血 这样的好人事迹相当多的 这个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人们都觉得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善举 大家可能比如说 有一些卷器官 或者卷老水的有没有 骨髓的应该有 像这样的这种人 大家可能各大新闻媒体 各大报答当中 也要再赞叹他 而且各种荣誉讲 荣誉证 这些也是自然而然分支他来 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的 但我们有时候分析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暂时 暂断的时间当中 利用了可能几十年 或者有些人几天的时间 有些人在强陷危机的时候 利用几天的时间当中 他发了一个善心 发了一个这样的善心 人们都觉得他的行为 是如是的了不起 而对他进行赞叹 那真的我们 怨天下所有的众生 那这个功德更不用说了 尤其是现在一些慈善结构 在社会上 比如说像台湾 有一个叫做慈激功德会 确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来讲 他们的这种反应也非常不错 不管是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受到一些海啸也好 水灾也好 地震也好 然后包括一些 恐怖分子的战乱等等 就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到现场 原来台湾来地震的时候 所有的救护队之前 他们都先到现场 然后当时救护队发生的时候 也是所有的救护队之前 他们都已经到了 包括阿富汗的事情 东南沿的一些海啸 在这个时候 任何国际救援队 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 他们都先到那里 而且我想当时他们的这种 不管是对别人 从物资上给他们给予帮助 而且每一个人从心理上 他们也是对每一个人 有一些不同的安慰 有这种方式 所以在整个世界五大洲来讲 台湾这种慈激功德会 应该说是大家都教口称赞 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他们可能是 暂时在三十多年以来 然后他们所设计的慧愿 大概也是八千万左右 八百万左右 也有不同的报道当中 也这样说的 这样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人缘也是有限的 他的发心 也就是说他的对境 也仅仅是我们现在 在人间当中 所谓人类里面的一些 遇到灾难的这些人 那么我们把他们一次救完了以后 二次有没有救的打算 还说不清楚 但我们愿菩提心的功德 并不是这样的 他所愿的对境 应该说是浩瀚无边的 可以说是无边的众生 不仅仅是人类 当然他们慈善结构 他们也不分任何宗教 不分任何民族 凡是在世界上是 哪一个地方有一个 非常大的灾难出现的时候 第一个先到 包括中国也是现在很多地方 都是有他们的慈善结构 但是我想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觉得 他们的行为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实际上也是 这个我们一般的人来讲 确实这一点也可能做不到 应该值得赞叹 但你真正一个愿菩提心的人 这种发心的量 这两个相比较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 我看应该值得观察 现在人们特别 比尔格斯 微软的老板 他们也是确实在世间当中 整个慈善功德方面 非常羡慕 很了不起的 虽然他们自己 据说加成资金的 现在有四千八百万一美金 还是多少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自己过的生活 应该还是很清贫的 是一般的 每一次到整个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帮助一些贫困的众生 包括世间上的灾难最大的 在最痛苦的 最困难的地方去 然后我们世间上的人们 一直 尤其是现在 很多年轻人心里一种梦想 不管是怎么样 我要当这个微软老板 我要当这个 很多人连做梦的时候 也在想 特别随喜 有些人是很羡慕的 但这个实际上是我们 真正的愿菩提心的功德 或者愿菩提心的力量 相比较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家应该这样想 世间上认为 这是非常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以前华智仁波切也说了 一方面我们自己的 见识比较狭窄 一方面对因果轮回 实际上还不够诚信 你的信任都不高 这样的原因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世间上 稍微有一点福报 稍微有一点功德的人 大家都觉得 这是如何如何的了不起 就这样讲的 但真正愿菩提心的 利乐的量 这两个相比较起来 什么样的 大家也应该值得观察 他这个讲义里面 也这样讲的 作为观想 所愿情的一切众生 希望遣除每一位 有情的无量痛苦 你看每一个字当中 应该有很甚深 很丰富的内容 大家应该这样想 所愿的众生 无边无际的 然后每一个众生的 所有的痛苦 并不是说我今天遇到了灾难 让我稍微好一点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我一个众生来讲 从现在到乃至佛果之间 有多少个痛苦 这些痛苦全部愿意建筑的 不仅仅是我这一辈子的痛苦 我来世的痛苦 我们现在很多慈善结构 很多慈善家 这次遇到他困难的时候 帮助他 比如说他在地震当中 受苦受难 或者他现在没有看病的钱 我们帮助他 然后明年会不会这样 再过二十年以后会不会这样 很难说的 但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 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 只要乃至佛果之间 有一些困难 有痛苦 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 已经要帮助他 所以发心能量 应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哎 可能不想痛啊 你看这些慈善结构 实际上是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真正遣除了一些痛苦 而我们心里这样想 到底有没有能遣除众生的痛苦 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 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 一方面他们解决的问题 是暂时性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发愿 愿一切众生获得佛果 而这样以后让别人 让他学习大乘佛法 趋入大乘佛法以后 以后总有一天 或者很快的时间当中 让众生会获得解脱 获得解脱的时候 不仅仅是 我这一辈子的痛苦 已经解决了 而且乃至生生世世的痛苦 全部都已经解决了 所以痛苦的根本就已经断完了 所以我给别人打个治痛症好 还是我给别人 从他的病根本上解决好 这个我们可以选择 如果别人的病根本上解决 那我们应该是值得赞叹的 所以我们暂时给别人做一些帮助 做一些社会公义的这种义务 实际上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佛教的一个精神 确实很需要这样的 社会很需要温暖 这个我觉得不能离开 我们佛教徒也是知若妄文 根本不理这样的事情 这样不合理的 佛教徒一定要帮助 比如说建立医院 建立学校 然后搞一些慈善结构 护贫结构等等 以这些来社会公义 是不能离开的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但在这个同时 你不能把它当作最究竟的 应该在这个同时 让他学佛 学大乘佛法 如果学大乘佛法以后 让众生永远就已经会 不但是暂时解决了他的痛苦 而且永远都获得快乐 所以我们平时以后有能力的时候 你要建立一个学校 建立一个学校的时候 不禁要他暂时要学习一些文化知识 而且最根本的问题 在他的心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种下菩提的种子 如果我办一个养老院 我办一个其他的一些慈善结构 应该依靠这个结缘的众生 暂时当然是 对他吃的 传的 对他有丰面的利益帮助 这个人对佛法 自然而然起信息 然后逐渐逐渐 最根本的问题 应该对他传授佛法 让他发菩提心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放一次生 实际上可能这次已经救了 但是下一次也许有佛已经抓了 也许虽然没有抓 但是即使念的书面而已 所以我们放生的时候 千万都不能离开 给他念经 皈依 也就是说 波下菩提种子 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我们大乘佛法 度化众生的时候 两个问题不要告忘 第一个问题 暂时要解决他的痛苦 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要解决究竟的盛世大事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有这两个目的 来帮助众生 那不管你做什么样 肯定对众生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平时 当然有些人可能 真的你要建立一些大的学校 这样都没有能力 你凡是接触一个人 对一个人做这两项工作 暂时帮助他心里 或者是生活上 物质上的一些困难 尽量地去解决 如果这个不能解决 也不要紧的 最究竟让他皈依佛门 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的妙要 这个极为重要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福不佛活呢 你们自己作参考吧 若获得 他这里也这样讲的 这是遣除无量众生的 一切痛苦 渴求每一个众生 具足无量安乐的人 能获得无量佛的 当然就更不用而语了 所以我们前面真的 学习《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大家在内心当中 对大乘佛法的不共之处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我们大乘佛法也是 现在世间上的一种 慈善的精神 一模一样 恐怕是不对的 对于大乘佛法 还要进一步更深地去认识 那么第二个问题 宣说意乐超越世间 因为我们大乘发菩提心 实际上是世间当中 有多少人 多少众生 根本比不上 不会有这样的 善妙菩提心的意思 下面在颂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是否依活目 谁具此心意 世善获天人 凡天有此业 他这里这样讲的 我们这样的殊胜菩提心 愿一切众生获得 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这样的心 我们世间当中认为 对自己恩众如山的父母 又有养育正恩的父母 那么父亲和母亲 有没有这样的 愿一切众生获得快乐的 这样的心有没有呢 肯定是没有的 还有世间上具有功德的一些 贤人 天人 还有一些梵天等等 天人是种天人 在四大天王等等 然后梵天等 梵天别的一些 它这里具有的一些天人 他们有没有呢 他们也是 绝对是没有的意思 怎么没有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作为父亲和母亲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是除了个别的 比较没有智慧的一些母亲和父亲 对儿子和对自己的孩子 有时候也显出一些愤怒想 始终都是恒之入果 这是非常没有良心的 母亲和父亲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来讲 父母对自己的儿女 是非常有本命心的 很多人自己吃不好也不要紧 穿不好也不要紧 只要把自己的儿子 从他的成长 学知识 然后找工作 最后解决他的婚姻 最后包括安排他的家庭 最后还要照顾他的子孙等等 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他一直惦记着 可是这些人 他从来都是没有想过 我的孩子 让他发一个菩提心 获得佛果 这样几乎都是没有的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的父母 可能不但不信仰佛教 而且经常反对 这些人也是特别可怜的 即使没有反对 他最主要的目的 不会这样想的 让你又吃的 又穿的 让你过得很快乐 这一点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想的吧 就是 啊 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读书 让他读大学 读大学以后 一直要解决什么 他的婚姻问题啊 有一个人说 我这个母亲天天都是 让我找朋友 特别兴奋 他特别着急 我本来想一个当很好的 出家人我现在不行 我当一个很好的居士 但是这个老虎度天天都是吹我 我特别烦 特别生气 的确是这样的 很多人对这个 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变成这样的 很多人认为要完成 这样的一种事业 这就是众生大事 实际上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已经陷入了真正的痛苦之中 你根本不知道所谓的家庭 有什么样的压力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 可能清楚的 所以父母最多的关心什么呢 你的生活问题 你的住房问题 吃饭的问题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这样讲过 现在我们世间上的人 云云众生有这么多的人 但是真正让生世大事 解决的 父母对自己儿女的 生世大事解决的人 有多少个 很少很少的 好多人把他的饮食问题 传作问题 还有什么 住房 乘起 轿车等等 这些方面关心得比较多一点 除此之外 几乎都是没有的 现在的社会也好 古代的社会也是这样的 所以父母对我们真正的人发菩提心 恐怕是没有的 很多人 比方说不信佛教的人 连信佛教的这些人 父母经常关心儿女的时候 你怎么样啊 你好好吃药啊 你身体怎么样啊 整天的关心是这样的 从来不问你发菩提心没有 你饶益众生没有 从来都是听不到这一句话 所以说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父母对我来讲 应该是最慈悲的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 很多人应该最慈爱的话 可能父母对自己的儿女 应该是最爱的 然后世间上的一些 还有亲朋好友 包括自己的一些家属 他们认为 他们对自己的人 很有感情的 但是这种感情 往往是一种颠倒的执著猛感 没有真实地去运用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是哪些人真正让你发过菩提心的 几乎都是没有的 很多人认为 这个人对我好 那个人对我好 我的亲人对我很好 朋友对我很好 这样想 但这些人永远都是 障碍你的发菩提心 没有让你好好的发菩提心 这就是我们可以限量成立的 那么有些人可能想 父母 亲人 这些都是糊里糊涂的 他们可能不会懂的 没有智慧而已 有智慧的话 他们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有智慧的人 在世间当中来讲 是具有神通的 世间一切学问全部精通的 并且成就真实语的 就是所谓的古代的仙人 仙人我们在有关经典里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具有真实语的这些仙人 那么他们也是让众生 发菩提心的有没有呢 几乎都是没有的 这是很多公案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后如果你觉得 这些仙人也好 那么仙人虽然有这样的 还有一些天人 天人也并不知道道理的 它具有无言露通的 但是他们也是 让自己天界当中众生也好 让对我们也好 他们谁说是 让我发菩提心 没有的 如果我们觉得 天人 仙人这些 虽然有智慧 但是大悲心不够 大悲心够的话 也不一定有的 比如说世间的梵田 梵田的话 我们七世间全部灭完了以后 逐渐逐渐地七世间形成 最后一参天形成的时候 七世间全部已经形成完了 然后一参天里面的 天人当中的第一个就是大梵田 大梵田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上面看不到 一下子全部空空的 只有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的时候 他认为 后来在他的身边 出现一些天人 然后逐渐逐渐地 欲界和地狱里面的众生就形成了 后来梵田他认为 因为我是第一个来的 那么后来的这些众生 全部依靠而产生的 这些全部是 我的意识里面产生的 我的义子 我的儿子 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些众生 看着自己的儿子 因此梵田对所有的众生 是非常有悲悲心的 像梵田那样 对众生有悲悲心的 包括我们在内的 认为都是梵田他的儿子 那么他对这么多的众生 有如是的悲心 我们经常不是讲的 发四无量心的时候 也经常用梵田的 这种法心作为比喻 那么这样的话 他会不会让我们离开轮回 而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这个也是为了利益众生 而获得果位 发菩提心 有没有这样呢 绝对是没有的 所以你具有这种悲心 也不一定让我们发菩提心 有些人可能想 梵田可能没有学佛 学佛的话 可能会有的 但有时候我都这样想的 其他讲义里面都没有的 但有时候学佛 也不一定是真正让我们发菩提心 比如说我们有些道友 有些佛友 移植了很多很多的上师 可是这些上师从来都不强调 让你发菩提心 让你念一点阿弥陀佛 念一点《观音信咒噩玛尼巴默红》 或者说让你做什么什么善事 表面上看来当然是 做一些善事 有功德 我们就觉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真正的一个 具象大乘上师 让弟子一定要发菩提心 如果我们身边的很多上师们 不让我们发菩提心 我们不知道在这个社会当中 有这么挫扎混乱的世界 我们怎么知道发菩提心是 最至高无上的一种目标 根本不知道 包括上师们当中 也有部分的上师 不太强调菩提心 那这样除了上师都如果没有 我们世间当中 依靠的父母 还有一些老师 那老师的话 可能大多数地方的一些 除了极少数的 一些大乘佛教徒的老师以外 一般学校里面的老师 恐怕不一定是让你发菩提心的 我们每一个人是 经过一些学生时代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老师 让你好好地发菩提心 没有说过 让你好好地读书 以后你可以发财 以后你可以升官 以后你可以当总统 等等 就是以这个目标而发展的 除此以外几乎都是没有的 不过有些老师当中 也有一些比较感人的 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万文福吧 他也是个 他自己的水平都不高 是个初中生 然后他是怎么样发心的呢 他是在一族另一个地方 有一个麻风病的村 这个麻风病的村里面 所有的孩子没有条件多数 然后他的父母 基本上很多都得麻风病 看起来是特别可怜的 后来那个王老师 他自己到那边去 开始给他们教授 他自己本身也是特别害怕麻风病 但是他看到这些孩子们 失去没有读书的机会 因此他到那里去给他们教授 在教授的过程当中 别人都给他说了 你最好是到别的地方去打工 别的地方如果打工的话 一个月当中可以赚七百元左右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 如果给孩子们教授 大概有二十四元多人民币 那这样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但王老师一直是不敢 虽然他在这样的麻风病的人间当中 人们都是非常欺恃 他们的家庭和孩子 谁都不敢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培养了大概四百多 他一待就待下去了十八年当中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世间当中有些人 他的这种精神 跟我们的这种想法完全是不同的 自我牺牲的 这样的人确实是有的 但我想后来他成为 也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人 不过他也可能没有强调过 让这些孩子们发菩提心两个字 真的可能没有 也许是有的 但最多是做一些好人好事 就这么而已 所以我们真正的世间当中 发菩提心 这方面强调的人 相当少的 不仅是现在 以前为什么阿底下尊者 为什么堪龙巴大师 对修悲心方面如是的众师呢 这些公案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 我在这里不啰嗦 所以他这里说 世间当中的父母也好 梵天也好 或者是现任 任何一个众生 有没有让你这样发悲心 确实是没有的 彼等为自利 尚且为梦解 狂为他有情 生此饶益心 那么这些 刚才包括父母也好 或者是世间当中 我们认为是非常慈悲的 这些慈善结果 他们连梦中对自己的利益 获得佛果当然有个别的一些佛教徒 可能不包括在里面 他们也一边当父母 一边当老师 对别人劝发菩提心 这样的可能是有的 但是一般来 大多数的这些人 连为了自己的利益 连梦中也没有想过 是我为了一切众生 而获得佛果 这一点不要说是我们白天 平时在生活当中 连做梦的时候 根本都是没有想过 那这样为了其他的众生 怎么会产生呢 根本不可能的 你看你自己 我自己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连梦中也是 很多人都是没有想过 因为白天没有想过的缘故 晚上都不会做梦的 比如说像我这样 白天都是一直想这样那样 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然后做梦的时候 要么做贪心 要么做嗔心 要么做痴心 傲慢等等一些 除了这个梦境以外 没有一个 自己获得佛果的希求的梦 几乎都是没有的 那何况说 为我自己 我自己在世界上 对我自己是最执著的 但是我为自己 也没有想过获得佛果 我为他众 怎么会是有的 连白天也没有想过 无业无故 怎么会是 晚上在梦境出现呢 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根本不会 对你强调菩提心的 为什么呢 他们连自己在梦中 也是没有想过 何况对你真正 让你行持这样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的修行 确实也不是口头上说得很好 在实际行动当中 大家也应该这样做 所谓的菩萨戒 发菩提心 强调的人也可能有一些 但是真正要看看 你的内心当中 生起菩提心没有 这个方面很重要 看我们比如说 在外面受山坛大戒 在这个时候穿菩萨戒 然后做一些 非常精致的一些菩萨戒地 这些一方面说 也是一种形式 也是一种表示 可以 这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另一方面 我觉得戒调不是很重要的 戒调再怎么样好看 再怎么样闪闪发光 实际上你的相续当中 菩萨戒利他的心 一滴一滴的成分也没有 你这个戒调再弄得大 也没有什么用的 真的这样的 有时候所谓的戒调 当然是很好的 现在很多人在一个黄色的宝里面 戒调也是特别大的 有些寺院做得 戒调相当大的 看戒调再大也是你 菩提心不大 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当然 我们也并不是反对这样的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也表示一下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最关键 看我内心当中 有没有利他的心 如果我内心当中 没有利他的心的确是有相当的困难 因此以前我们 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后来都是这样讲的 我现在已经讲了 很多年佛法了 那么我们的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真正生起来 光是口头上这样说 也是跟智商谈病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法王当时说 我首先跟你们讲《百业经》 每一个人对因果的关系 应该生起一定的正见 然后过了第二年的时候 我跟你们宣讲这个菩提心 一定要每一个人心里面 想起这个菩提心 要生起菩提心 后来上师如意宝 也是为大家宣讲了《入菩萨心论》 应该说是在这个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人 是内心当中 生起了这个菩提心 应该值得很高兴的 我昨天问了两个道友 在讲考的时候 问了一个人 我说 你的这个菩提心生起了没有 他说 应该生得起来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发了 后来没有出现什么违品 应该生得起来 然后又问了另一个人 他说 我问他 你的相续当中 菩提心生起没有 他说 生起了 生起了 我很高兴 后来确实我们自己也觉得 有一种信心才对的 如果自己好像在 学菩萨心的过程当中 好感觉 肯定没有生起啊 这样的话 自他都有十万感 一个人说 生起来 生起来 很开心的 然后很爽快地这样回答 我就很高兴 觉得是很吉祥 哦 好好好 马上下课了 这样说了 所以我想 真的我们相续当中 要生起菩提心 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人为自利 尚起为能法 珍贵持缘心 能生成稀有 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些人 他人为自利 尚起为能 为了自己的利益 真正的菩提心 对别人来讲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 自相遇当中也没有生起过 然后为了自己的亲戚 朋友 为自己关系最好的这些人 而生起菩提心 可以说是没有这样的发过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次通过 上师的加持和佛法的加持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发了这样的菩提心 而且自己也的确知道 在自相续当中 像如意宝那样 非常稀有罕见的菩提心 已经生起来了 那么生起来 这是非常稀有 值得稀有罕见 真的是极为难得 难能可贵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 在茫茫大海那样的轮回当中 遇到了这么生妙的佛法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既然你遇到了佛法 如果你没有发起这个心 没有生起这样的心 那也是非常遗憾的 所以佛陀为什么 在《华严经》第九卷当中说 一切功德之中 菩提心为罪 是这样说的 所以一切功德当中 菩提心是罪为罪 也就是为罪 菩提心最珍贵的 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在自相续当中 真的生起了这样的菩提心 就非常难得的 下面在讲义当中是这样讲的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 我们前面刚才也已经读了 在诸位亲朋好友之中 有谁会这样的饶益心 就是没有的 根本没有 就算是天人 贤人或者凡天 只有这样的心 也是不会有的 他们也是同样不具足的 在《经传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也就是说 发了菩提心的佛子 他们对每一个众生 想获得快乐的成熟众生的心 这样的发心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父母 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些根本不具足的 这些众生 以前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甚至在某种 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心 又怎么可能为他众利益 而真正妙准了 不可能妙准 因此说 他这里的确也讲了 菩提心的如是的功德 那么这次我们非常希望 大家应该精进地修持 如果没有精进地修持 我想是这个菩提心 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生起来 一定要精进地修持 又怎么可能为他众的利益 而真正地冒生呢 因此说 其他众生 尚且为了一己失利益 也从来没有生起过 一心一意为他众利益 着想的这一个珍宝菩提心 前所未有能够生起 实在是难能可贵 稀有罕见 他这里呢 当然这样的菩提心 在我们相续当中 刚开始的时候 很困难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串习过 刚开始的时候要愿无边的众生 这样想的话 相当困难的 但是我们心毕竟是有违法 应该是逐渐逐渐会堪冷的 调整的 那么如果你慢慢慢慢修持 久而久之 你的相续当中 一定会生起实受菩提心的 实受菩提心并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想 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大家精进 昨天有一位新加坡的居士 给我的电话里面说 他现在每天都在修 他说 我虽然没有像我妈妈那样精进的 但是遇到这样的大乘佛法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我认为 以前这些高僧大德们的 这种智慧是那么崇高 经济是那么大 他们也是如是如是苦行的话 那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 烦恼也是如是错重的 业力也是如是深重 这样为什么不需要精进 所以虽然每天早上四点半的时候 有一点瞌睡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几天一直在修 我听了以后还是很高兴 可能我们很多人也有同感 的确这样的 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应该来讲是 从他们的激烈资粮 烦恼 各方面来讲 比我们非常好的 但是他们从传记当中看 他们也是如是精进的话 真的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精进 一定要需要精进 所以如果我们精进 真的在我们相续当中 像如意宝那样的菩提心 即生当中已经获得了 这也是依靠上师 诸佛菩萨们的加持而获得的 应该说 我们大多数人的相续当中 会有菩提心 这个世俗菩提心 并不是很困难的 很多人已经发了这个愿 发了这个愿 没有实惠 没有实惠这个誓愿 应该在相续当中是有的 所以华智仁波切 在他的教言当中说 我们千万不要随随便便 毁谤别人 不然 你所面临着的对境 应该是大菩萨 他已经发了心的人 发了心应该成为菩萨 所以你们不要认为 这个金刚道友坏得很如何如何 实际上也方面 可能他有一些坏的过失 但是这个人已经发了菩提心 他的相续当中真的有菩提心 那成了菩萨了 你菩萨作为对境 对他生嗔恨心 毁谤有如是的过失 这个我们可能后面还会讲的 所以大家互相不要 毁谤观清净心 凡是学习大乘佛教的人 跟其他的中心比较起来 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此看见一个人 如果年龄老一点 就老菩萨 老菩萨 然后年龄小一点 小菩萨 小菩萨 这样来观想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做出真正的年龄老一点 这一本二十人 是可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